要開這個時侯會用刀 所以你要把它記下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說你不是 就是說你有插入 就是說你的USB 有時候你在做它旁邊的時候 你也同時插入了這個USB的 或者是甚麼 就是說跟USB相關的 那種才會在一個POPO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知道 你到底是用哪一個POPO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你要知道那個POPO 然後現在先把這一個 這一個把它打開 這個我們之前有打開過 這個是一個就是 你要想打出了程式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叫我們I-11 那第一就是一個 整合的那個設計的一個環境 就是它可以讓你去寫程式 然後它可以把這個程式把它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把它上傳到這個POPO 那我們 我們要先看一下 這裡有這個 在座子這邊有一個POPO 因為我們這個 就是Arteros 其實它有很多種 好 那我們用的是那個POPO 這個就是 那是最常見的一種 所以你要注意這個地方是不是選POPO 它如果說你是用別的板子 那當然是要選別的POPO 所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點 表示你去選好 接下來是這個C-R-O-POPO 就是那個 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POPO 我們要把這個POPO 移到這個POPO 就是我們剛剛在這個POPO 剛剛看到的POPO 就是要選一下 那時候它就會有POPO 抗山 然後這個地方也會是一個POPO 也會有一個POPO 表示你現在選的是POPO 表示現在Arteros 以示法 他設定在POPO 他設定在POPO 他是用POPO 他可以嗎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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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接下來我們試試它 一個最簡單的程式 就是這樣 這個POP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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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面的接角 我們大概都有一點知道 它上面就是有那個數位的接角 從5到13 然後 在最旁邊 然後這個 13的旁邊 有一個GNT接地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類比的接角 從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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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就是它的一個 電源的部分 它有5 5跟3.3 這個可能就是在我們上 之前用的那個POPO 就不會有的 這個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它有時候 你會用它裡面的 它有的這個 接角 或者是GNT 就是接地 那 那它這邊呢 有一個就是 這裡 大家是在這裡 有一個L-E-D 它實際上它是跟 那個 13角的 13角 直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 去 就是說 讓這個L-E-D 閃爍 你可以選擇這個 Basic 就是那個 最基本的 這個範例 那這個File的下面 E&Pose 這邊呢 有一個 Face 這裡有很多範例 它還有它有分類 那我們選擇這個 最簡單的 Clean 就是那個 讓L-E-D 閃爍的程式 你把它 學校之後 把它點 點一下 它就會把它 補進來 然後 我們一開始 我們現在 我們用 再交給你 變數 我們是用這個 開始在上面 對我們就這個 S-E 這個 然後 然後 補完之後 這個 這個 是應該大家 現在都已經看得懂 就是它就是 先 設一個 L-E-D 這個變數是 13角 然後 就是把這個 這一個 就是讓這個 13角 設定為輸出 然後 它就是 在路本這邊 它就是 會讓這個 L-E-D 這個接角 先讓它變高 電位 然後呢 延遲 一秒鐘 然後再讓它 這個腳變低 電位再延遲 一秒鐘 這樣L-E-D就會閃爍 了 只是說 因為我們實際上 一般是要接角 L-E-D在三個 可是它這一個板子 它本身 這個 這一個 L-E-D 它已經有接到13角 所以你要測試這個時候 你就需要再接L-E-D 你現在 如果這個 這個 這個 湯不好已經選好了 就沒法 上傳 這個時候 它這邊會有 就是那個 進度的一個 現在是 Uploading 就是它正式 上傳 當 阿羅 你就是表示說 它已經上傳 當 就是已經 完畢了 如果說 你沒有錯誤的話 這邊就不會出現 一些奇怪的字 你應該不會出現 除非你剛剛射錯了 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這裡 有一個L-E-D 它會閃爍 是不是 我們先到 這裡 剛剛會不會閃爍 好不好 這個 好 好 好